生活的故事从来不像电影里的片段 刺激的场面其实都是家常和理断 谁说英雄不能单身在灵力之间 守护着日常的生活也不知道疲倦 张家的猫咪离家的狗在三天两地走散 小两后贼老微妞也得豪言相选 有时候他抱怨两句在所难免 等有困难找警察那绝对不是许言 老龄老龄的幸福在自己的心里 老龄老龄的幸福是责任的旅行 老龄老龄的幸福在大门的眼里 老龄老龄的幸福是为了老百姓 是为了老百姓 老龄老龄的幸福是为了老龄老龄老龄的幸福是为了老百姓 老龄老龄的幸福是为了老百姓 俩导致肖民之间的一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李啊 你帮我查几个人 你记一下啊 刘伯 2010年因为强奸进去了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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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头 你醒了 你是谁啊 我是谁不重要 别害怕 你乖乖听话 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 和尚 面好了 饿了吧 来 先吃点面 你到底是谁啊 你为什么要绑着我 这是哪儿 我是谁不重要 你为什么要绑着我 为了见你爸呀 你认识我爸呀 我当然认识你爸了 我跟你爸是好朋友 我们十五年都没见面了 就是为了想见他 但是他不敢见我呀 没办法把你请过来的 你听话 只要我见了你爸 我就放了你 你给他打电话 你别急嘛 慢慢来 来 先吃口面 我还生气了呢 谁啊 我 行 不吃也行 等你饿了跟叔叔说 叔叔再喂你啊 你去拿张折叠床 来 给我吧 这床放哪儿啊 还有啥需要的不 没事 如果有的话 我再联系你 好吧 好 行 那我先走了 这床放哪儿 能不能让你给我 你把它带走 你不要再带走 你把你带走 我真的带走 你给你带走 我带走 你带走 我带走 你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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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走 你带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人从小区出来 向西南方向 应该是停到了这家福德路连锁酒店 没有监控 为什么没有监控啊 从昨天早上开始监控就已经不灵了 但是我们已经安排人去修理了 师父 有备用的赶紧安上 没有备用的就去买 那你是要一间房一间房的馋吗 是的 好的 这边 喂 爸 我马上就到家了 放心吧 哎 哎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何启明 何生 来 喝点水 谢谢陈队 想好了 这么难得的机会你就这么放弃了 小年现在失踪都不知道是谁干的 现在是师父最难的时候我不能走 其实我倒觉得不矛盾 你进了刑警队 你反而可以帮到你师父 你是可以进到第一现场去破案的 我是觉得我要现在离开派出所 师父身边连个陪他的人都没有 我还是先陪着他把小年的案子破了吧 几方没有人让你离开你师父 而且现在 正式的调动案还没下来 你可以继续留在派出所工作呀 那这过程中要是调动案下来的 那这么着你看行不行 我现在 让所有的调动程序都暂停 等小年的案子破了以后 你再答复 能踏实吧 行 好 双香水有卖的吗 有 这边 这边 好 要几瓶啊 我都要了 好 好 这是医院监控 零一年从医院出来以后 就打了辆出租车回学校 我们也找到了出租车司机 他可以确认 把人送到了学校门口 我们也调取了学校的监控 从这画面中我们可以确认 零一年明显受到了 这名男子的胁迫 然后从学校门口离开 接下来就失踪了 开窗 开窗 在家 你来干什么 我好差不多了 我来帮帮你 情况我也都了解了 所有的监控 都调出来看了吗 看过了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不可能 继续查 两个大活人 怎么可能就在眼皮子底下 人间蒸发了呢 老林 你放心 肯定有别的线索 雨晶 现在初步分析 是绑架 绑架 一定是绑架 而且这个人不是冲着钱来的 他是冲着我来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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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出狱了 老林 这是你二零零三年抓的人 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 此人叫何启明 外号和尚 当年这小子没钱 媳妇又怀着孕子 为了搞到一笔钱 她不得了 我绑架了两个人 第一个是个未成年少年 后来我去追她的时候 让她跑掉了 后来她又绑了一个富二代 因为那个孩子有病 她身上又没药 差点死在她的手里 再后来我发现了她 我玩命地追 她玩命地跑 后来我在大街上 捡了一块石头 我砸下了她的脑袋 她才束手揪起 可是问题是谁呀 光天化日之下 这么大胆子 敢把这块带血的石头 放在你们家门口啊 谁干的 小区的监控录像有吗 有 这个人是何启明 不是 我现在还不清楚 这个人跟何启明 是什么关系 带走小年的人 跟你联系了吗 没有 现在仅凭一块石头 我觉得 根本没办法证明 这事就是何启明干的 怎么没法证 有哪个人没事 绑架绑到警察头上 我说了 他不是冲着钱 他是冲着我的命 这小子进去以后 他们家里就没剩几个人了 他现在是放出来的 报仇你懂吗 老林 你先别着急啊 你说的这些 都仅仅是你的猜测 监控录像我们都看到了 给你送石头 这个人不是何启明啊 老林 我是同 对不起啊 喂 好 我知道了 林有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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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几年前 在烧烤摊捅过人 后来再逃 想起来了 那次徐凡不在 就咱俩 还有那个被调走的老秦 咱们一起去抓捕的 抓了一伙人 就逃走他一个 徐凡 齐峰 一会儿你们配合刑警队去抓捕 是 是 老林 你先别着急 等把林有抓回来 咱们再说 好不好 别扯了 不知道 不是你当了这么多年 警察你难道就不知道 凡事得要证据啊 啊 你现在除了这块石头 你告诉我还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这事就是何启明干的 证据证据 证什么据啊 妈 小年是我女儿 这个人是我弄进去的 我还不知道吗 师哥 你看一眼 这林勇佳外面的环境 到时候你跟小杨 从单元门的入口进 我跟铁铁铁从小杨进 嗯 快到林勇佳的时候 算得提前下车 行 我跟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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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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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几装好像都是老人的鞋子 这也没有零你的鞋 林浩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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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哎呀 吓死我 这是 我们是警察 没事 他们是警察 叔叔阿姨 我们已经知道林勇回来过了 你们就告诉我们吧 他现在到底在哪儿 他统商人 我们已经赔钱了呀 叔叔阿姨 是这样 林勇故意上任后潜逃 他应该承担英勇的法律责任 如果他逃得越久 他自然会对他越来越不利 公安机关到最后一定会抓住他 他只要见几个朋友 出去吃饭去了 那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在饭店里抓捕可不方便啊 正好 咱先进去吃够饭 等他们出来再抓 林二 委屈一下啊 盯一会儿 以防万一 小心点啊 好 拿来 好 吃小吃 吃小吃 口 把 小吃 今天 您好 需要什么 帮我找个地方坐 好 这边请 喝一个 喝一个 汽水 来 汽水 从那儿吧 好 您好 两位 请问吃点什么 我来点 这咱们就不需要 还没 但是我们ova 老ol 你还要不许多 别挣你 你还要是 你还要不许多 我还要不许多 你看 我又是 有点儿 麻烦你吧 是这样啊 我在调查这个 何启明社会关系的时候啊 他的老邻居 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 说他老婆后来生了个女儿 再后来带着孩子改嫁了 你帮我核实一下呗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他们娘俩 从来没有探视过何启明 失去联络很久了 找起来恐怕会很费劲 是 这事挺费劲 不过这个事啊 事关重大 老林 你的事我听说了 你放心 我一定尽全力 拜托了 没事 你没听见声音吗 ех悦 你明白了 20Monster 有杀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说你这个丫头 你这瞎折腾啥呢 你能不能老实点 不听话 泡面怎么没吃 不饿吗 我都已经到你手里了 不听话又能怎么样 我又跑不了 一看你就是个调皮捣乱的孩子 从小没少爱揍吧 我爸从来不打了 那你是摊上了一个好爸爸呢 那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好爸爸 能不能把你救出去 废话 我爸肯定能把我救出去 行 有估计 我等着 你不就想要钱吗 那你跟我爸打电话呀 准备工作得做足了 丫头 别急 等着 慢慢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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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季风季风你看到微信以后给我回个电话好吗 甜梅你给我回个电话好不好 许一帆我找你有急事能不能赶紧给我回个电话呢 服务员 结账 服务员 买单 好的 别动 你干嘛呢 这这这哪弄的呀 不知道 你以前 我在矿上干过的 这炸药啊 你打算干嘛呀 准备做多少个 有多少做多少 哎 有人吗 我要上厕所 怎么了 我要上厕所 他想上厕所 走吧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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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战 啊 好呀吧 说说吧 你直接给他打电话 直接跟他要十万 直接跟他要十万 你搞错了吧 之前咱可说好是七十万 先扰 十万 就十万块钱他一个小警察都不一定拿得出来 不是 和尚 你是真傻还是跟我装傻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之前咱可说好了 不是跟小警察要钱 是跟整个警察局要钱 警察局财大气粗的七十万我都嫌少 我是怕他们不肯出嘛 但凡警察家属出点事 他们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的 就要十万 还玩笑呢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就是想试探他们一下 水太深了 我怕你陷进去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还策划着别的事 不相信我 策划别的事 炸警察局 你小子敢吗 听我的话 先要十万块钱 筹码一点点往上加 该你的钱一分钱不少 我全给你 行吗 空口无凭 全凭兄弟我看你的良心 今天都怪我大意了 以为搜出一把刀之后 身上又没有其他的凶器 幸好你发现得早 谢谢你啊 风哥 以后这种事啊 还是得小心点 就是他和他妈看着还挺可怜的 风哥 被他重伤那个人 现在都还在医院不能自理 他父亲去世得早 现在只有母亲一个人照料他 不是更可怜吗 他人一下又毁了两个家庭 像这样冲动杀人的人 对社会的报复心态都特别强 这种人很危险 你这种话千万别当着师父哪儿说 先看看陈队怎么审 你啊 说话越来越像师父了 喂 齐枫 刚才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啊 出任务去了 怎么了 小年找到了吗 还没有 找到一个嫌疑人还不能确定 那老林呢 那点不好了 好 你好 林警官 你是谁 你不是认识我 但我认识你 林大陆 你想干什么 你女儿在我手里 你现在把他怎么样了 没怎么 他好着呢 现在你给我听清楚了 我要你准备好七十万 亲自给我送过来 我想知道他现在是死和是活 来 跟你爸说了 爸 小年 爸 我是小年 怎么样你 我没事 你没伤害我 爸 你先 你先听我说 等他们再做 听见了吗 他好着呢 你说吧 需要我做什么 钱准备好我保证他安然 我答应你一切要求 他们再做假单 他们再做假单 陈队 邦菲来电话了 我出去一下 放心 我会暗时赶到的 请保证我女儿的人身安全 我出去一下 放心 我会暗时赶到的 这可好查了没有 可能是个黑卡 还是查不到 查不到 没关系 电话号码的地址查不到 但是可以查到 他跟其他电话通讯的记录 稍等我下 我现在就去查 老林 别着急 小年跟着你 也算是身心百战了 而且他们只是想要钱 不会伤害他的 他那么聪明 他不会有事呢 对 小年是我见过最机灵的 肯定能风凶化急的 我也觉得他不会有事的 师傅 他自我保护意识那么强 一定可以化险为夷的 没错 没事 就放心吧 对 师傅 你不还教过他防身术呢吗 他是你手把手教出来的 肯定没问题的 对 不会有事的 不会有事的 好 别过来 慢点 干吗呀 小年怎么样了呀 那里边开会呢 你现在进去也不合适 这不有我们在了吗 那现在什么情况了 刑警队已经介入了 陈队和余索会想出办法了 你别太紧张了 老林 他们再来电话了吗 他们肯定还会跟你联系的 我们陪你等 这样老林 乌局刚才来电话 意思是说呢 帮匪给你要多少钱 你直接答应他们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 毕竟出事的是你女儿 你参与的过多 我们担心会有情绪上的波动 你明白吗 乌局的意思是说 你要配合我们 你只作为受害人的家属就 别再做判断了 我还是那句话 我的判断是对的 是对的 这个何启明 他就是冲着我来的 我来的 是是是 老林 我知道你的判断是 可能是对的 我们也不是不相信你 但是现在我帮匪 不只是要钱吗 再说了 这个人现在 你也不是何启明 对吧 老林 一个人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父 这小娘是你的女儿 她一定有自救闹的 记不记得上次龙城医院节那事 不但救了自己跟她朋友 还帮咱们破获了一起野生动物案呢 我觉得你的判断是对的 真的 这样 帮我查几个人 回头我把名字和资料发给你 好 找谁 我们是警察 认识何启明吗 不认识 这是不是他家 不是 这是我租的房子 房东叫什么呀 房东 房东姓彭 把他电话号码告诉你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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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二位是警察同志 没错 我们是警察 您就是房东彭金生吧 是的 这房子是我的 那您知道何启明家是什么情况吗 何启明 是这么回事 我原先住那边那个楼 这边的房子是何启明他妈 早先买了给他们接红住的 后来他们家出事了 这房子没人住 经别人介绍 我就买下了 多久没人住了 一直空着 何启明出事 是因为他老婆吧 他老婆当年怀孕了 他妈身体不是太好 有慢心病 这后来他不是进去了吗 老太太经不起折腾 一病不起 时隔一年人就没了 他老婆倒是把孩子生下了 过了两年 他们把房子卖给我 就走了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 这个还真不知道 那他平时 还和什么人有来往 我跟他们家人不熟 当年也就是买房子的时候 见过他老婆几次面 这何启明 他这情况我还真不太清楚 为什么你总是那么晚才回家 就不能匆匆融融放个家 爸爸我知道你想当个好警察 但也该有个温暖的家 喜欢爸爸 他不明白我的想法 有时候是真的不太想理他 是怎样抱怨 如果别人责备他 有人不住要维护他 爸爸 爸爸我知道你的幸福啊 总是心情向我为大家 成了药山 英勇人人夸 我的爸爸是警察 爸爸你知道我是爱你啊 别把所有苦累自己扛 我想帮你整齐这个价 我心疼你亲爱的爸爸 真心话有你在我就不会害怕 前一抹花中理解你的伟大 既要当个努力工作来转前养家 又要当马拉扯我长大 近年 Imagine Five 爸爸我知道你的幸福啊 这么幸福少nom为大家 转校的烟山 英勇任人夸 你是让我骄傲的爸爸 爸爸你知道我是爱你啊 别把所有苦累自己扛 我想帮你撑起这个家 我心疼你亲爱的爸爸